哈喽大家好 相信很多朋友家里都买过Casco的保鲜膜 但是你有真正研究过Casco的保鲜膜吗 Casco的保鲜膜材质是PVCPE还是PVDC 能上锅增吗 最高耐热温度是多少 本期视频咱们就一探就硬 我也抱着好奇的心态研究了一下 我们先看看产品包装说明 正面3000ft 914.4米 外包装标识专业品质 塑料食品包装 更多拉伸更高强度 侧面右上角很小的字体标注BPA3 就是不含双分A 其他都一样 底部是安装和使用的示意图 分别可以用在碗托盘微波炉中 注意右下角的提示 仅仅提示在使用微波炉时 食物与保鲜膜之间要保持1inch 2.54厘米 另外一侧和包装两侧都没有找到保鲜膜的制造成分 于是我上网查学了相关信息 找到了Casco台湾地区的官网 介绍的就详细很多 明确标注了耐热温度为82.2度 主要成分是聚氯乙烯 也就是PVC 保存期限为5年 注意事项 除了提示微波炉使用需与食物间隔2.5厘米以外 还标注了不要与高油脂和高温食物直接接触 我又上网查学了关于PVC材质的保鲜膜 PVC是所有保鲜膜材质里最差的 PVC本身无毒 由于添加了蒸素剂 再加热到一定温度 保鲜膜就会释放塑化剂 并且PVC材质保鲜膜不能直接接触高油脂高温和酒精 例如生肉熟食含油脂性食品和酒类 国内COSCO卖的保鲜膜虽然品牌不是COSCO自营的 但是产品品质为食品包装级PE 耐热温度也达到了110度 同时标注了耐冷温度为零下40度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COSCO的保鲜膜上锅增 温度一定高于82.2度 尤其是给宝宝做腐食如蒸鸡蛋糕 蒸糕点之类的 建议买带盖子的陶瓷碗 同时在微波炉中高温加热要留意加热的温度 也不要用保鲜膜覆盖在没有喝完的酒瓶上 最后从COSCO产品一贯高品质的高性价比来说 这款保鲜膜真的不符合COSCO的严选产品标准 更不符合COSCO自营品牌的定位 本应该选用更好材质的如不含塑画剂的PE或PVDC材质保鲜膜 虽然COSCO保鲜膜小字体标识了BPA3不含双分A 但是双分A在保鲜膜中并不是主要成分 剂量很小 当然不含有更好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见 拜拜